你乘坐长途飞机的时候 有遇到无法入睡的情况吗 你看了超多部电影 最后无所事事对吧 是时候看看飞行路线表了 但是我所能想到的是 机长啊 从纽约到柏林 你为什么不能沿着直线飞呢 所以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飞行路线总是弯曲的呢 很简单地球是圆的 和实际的地球不同 地图则是平的 而地球呢是球形的 因此飞机飞行路线 通常看起来是弯曲的 但是如果你移到地球 一上看同一条路径 那它看起来就是直的 捧刺的是 这在地球上面成弧形的 比值飞行路线 被称为大圆路线 它们正好解释了地球的曲率 因此当你查看平面地图时 加拿大东海岸上 看似不必要的绕行 其实是飞行时的最短路径 好的抱歉机长 我现在明白了 但是大圆在地图上 更像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 没办法解释清楚的吧 那为什么短途国内航班 有时候会是巨齿状的航线呢 显然 这些飞行路线和地球是圆形的 这样简单的事情没关系 对吧 没错 仅在美国高峰旅行期间 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多达5000架飞机在空中飞行 也就是说 仅在一个国家或地区 每天就有近5万架飞机 在高空 飞机必须垂直间隔至少600米 在低空则必须间隔300米 那些依靠卫星的酷炫通讯系统 使得航空公司能够及时更改航线 以解决与天气啊 风啊 以及所有其他飞行事物有关的问题 安全始终优先于速度 因此 那些看似飞机在地图或地球以上最快行驶的路线 通常会被导航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所否决 你看到的那些飞机采取锯齿状路线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 由于该区域不允许飞机飞越其领空 例如白宫啊 太极林啊 白金汉宫啊 甚至是迪士尼乐园 啊 因此 飞机必须绕过这些禁区 并且采取比直线麻烦一些的路线了 那为什么在飞机上 我只能够在飞航模式之下使用手机呢 首先这是法律规定的 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早在1991年 联邦通信委员会就已经禁止在飞行之中使用无线设备 以防止网络被干扰 从那个时候以来 就没有太多的证据能够证明你的手机会扰乱飞机的通讯和导航设备 同时也没有太多的证据能证明它不会 因此 即使 从这些规定生效之日到现在 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联邦通信委员会仍旧继续谨慎行事 好消息是 现在许多的航空公司都提供飞机上面的WiFi服务 因此 就算你把飞航模式的开关滑动到开 你仍旧可以在世界各地观看最新的亮生活影片啦 假设你能听得清楚的话 嗯哼 为什么飞机这么吵啊 我的意思是 汽车上面都有装了消音器 为什么它们不能够在飞机上面放上那个方便的消音器呢 汽车上面的消音器是透过将来自内燃机的废气流通过一系列的吸音材料而运作的 它们分解了它所产生的声波 但是如果你对喷射机引擎做了同样的事情 那么它将无法正常地工作 快速移动的废气流正是引擎产生推力的方式 正是这种推力使得飞机能够起飞和飞行 在喷射机引擎上装上任何一种扩散器或者消音器都会减小它的推力 并且引擎所产生的能量也将被浪费掉了 飞机发出的声音在起飞时是最大的 这和引擎是否装有消音器无关 这更多的是由于过热和快速移动所产生的废气 与静态冷空气之间的相互反应而产生的声波 那飞机是如何承受住雷击的呢 是啊 它们当然可以承受了 超厉害的啊 据估计 目前所在使用的商用飞机里 每架飞机每年至少会遭到一次的雷击 而且尽管任何在途中被雷电击中的飞机 都会在降落之后被检查 但大多数的情况下 一切都安然无恙 那是因为当今的飞机啊 在制造和设计的时候都有考虑到了闪电这个环节 更具体的来说 飞机制造商在进行接线的时候非常小心 当闪电击中飞机时 通常会击中飞机的边缘 例如机翼的尖端或者机鼻 电流呢 则会从机尾流过 这是因为飞机的机身相当于是一个法拉第龙 这是一个阻挡电磁场的容器 闪电的电在飞机的外部移动并保护内部 就是你所在的位置 免受震动的影响 因此 当飞机绕着暴风雨航行的时候 通常不是因为雷电啦 而是为了防止乱流或者冰雹损坏飞机 但是 如果飞机可以飞过暴风雨的话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在高温之下飞行呢 随着夏天越来越热 由于严重高温而停飞的航班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热的影响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飞机 热空气不如冷空气秘籍 因此对机翼产生的声力较小 所以天气越热 飞机起飞的速度就得要越快 这也就会需要更多的跑道空间 能使用的跑道就那么多 所以唯一的选项就是 把它们暂时停留在地面上好了 这里还存在着内部电子设备过热的问题 即使在通常的天气情况下 这些电子设备往往也会发烫 温度升到三位数的时候往往就会故障 所以是的 为什么在炎热天气的时候 你的航班可能会被延迟的原因就是这个 飞机为什么不为乘客配配降落伞 这个问题非常合理 毕竟飞机上面有这些氧气面罩 还有能作为漂浮装置的坐垫 但是在数万英尺的高空 漂浮装置能够有什么用处呢 事实证明降落伞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 通常跳伞者跳出飞机的时速为 每小时130到180公里 高度为2400到4000米 相比之下 一架商用喷射机 在10600米的巡航高度下 飞行时速是每小时965公里 凭数学算一算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降落伞在标准飞行之中没什么用啊 此外大多数的乘客都不怎么注意飞行前的安全说明 所以不会了解紧急出口的位置在哪儿 所以你能够想象降落伞训练部分的说明会如何进行吗 最后还有重量的问题 降落伞设备很重 如果你每个人都得要一套的话 那么乘客的空间就会小得多了 当然没有法律说你不能够随身携带着降落伞 只是你不要指望能够轻松通过TSA的安检哦 为什么飞机不能更宽敞些呢 如果你搭经济舱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的腿部空间几乎等于零 如果将手臂放在扶手上 你会感觉自己闯入了临座的私人空间 而更不要提 当我前面的人将座椅放下来的时候 哦 对的 我喜欢正对着荧幕看电影好吗 走道也是真的很小哎 我的肘部每次都在受罪 不知道它被食物推车撞了多少次了 似乎他们在该机舱中塞入了尽可能多的超小座位哎 哎 没错 这正是他们所做的 就像很多东西一样 这一切都归结和钱有关 那不然呢 可以容纳的座位越多 意味着乘客越多 更多的乘客则意味着售出更多的票 机票越多 航空公司的钱就越多 航空公司表示 此举可以降低票价 因为你是在跟更多的人 分摊燃料啊 维修啊 和雇员工资等等的费用 但是 可以拜托你给我更多的腿部空间吗 只要再多一点就很好了 哎 你对航空旅行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在下面的评论里面告诉我吧 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学到了新知识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个赞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我们的频道里面还有其他很多超酷的影片 等着你观看的 你只需要从左右两边的影片里面 挑一个点击就可以了 请持续锁定我们亮生活频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